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欢呼 我们高兴 我们觉得值了 孙光苏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副总设计师 也是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的首届考生 高考给了我们一个机遇 能亲自参与航空武器的颜值 我们这辈子也无憾了 首艘国产航母下水 作为副总设计师的孙光苏 首次公开亮相 解密航母 这其中有何讲究 一谈的航空已经大 大到什么程度的 一个小孩刚出生 你把它放在里面 每个唱得住一天 出来就死来睡 就您在设计咱们国产航母的时候 有什么改进的方式没有 还有讲究的 航母是要加油吗 那都是有讲究的 恢复高考40年 开讲了特别策划 本期演讲者 孙光苏 请为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各位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健康饮酒 倡导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北宁 欢迎各位 今年的高考刚刚过去 1977年恢复高考 到现在40年的时间 这40年当中 高考成为了 向各大院校 选拔和输送人才的 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从大专院校走向社会 成为了国家的栋梁 今天我们请来的 这位开讲嘉宾 他就是其中的一员 而他呢 又和今年我们非常关注的 一个大的新闻事件有关系 我们都记得4月26号那一天 我们国家的第二艘航母 下水了 第二艘航母 是我们国家 完全自主研制的一艘航母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中国制造 也承载着百年中国海军的梦想 而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 和这一艘航母之间 就有着很多的故事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本期开讲嘉宾 国产航母副总设计师 孙光苏 有请 孙总您好 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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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请客气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请坐 大家看见孙总 从那个通道走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像航母开出来的气势 您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 七七点 七七点 就恢复高考之后第一 第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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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40年了 我今年40年 我18岁了 18岁参加高考 向您致敬 向您致敬 您是第一批过独木桥的人 第一届 那时候桥上人还不多吧 570万吧 570万 因为攒了好多年 再攒了10年 而且那一年参加高考的 创了好多之岁 可能年龄跨度也是最大的 我们班里最大的36岁 最小的16岁 那个大的就把那个小的抱着 这是我儿子 在今天这个开讲之前 我们的记者也费尽心思 搜集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好吗 看出来了吗 这是我当初 这是我当初 准考镇上的一张照片 准考镇上 这把那个丢了 那照片给留住了 但这照片上面 这蓝色的是什么呀 这蓝色的就是墨水 倒了上面的 就还染了墨水 但是您还不舍得扔这张照片 这个有特别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高考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乡村里面 乡村里 我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造 然后就蹭边的拖拉机 偷偷地爬上去了 爬上去以后 到了一个目的地了 您没经过车主同意 没经过车主同意 也不想走 人家在前面开着 您从后面从斗上 就爬上去了 爬上去了之后 他不知道 等到到了目的地了以后 我说你停一下 我又快 他哪停的 他不停了 他开的更快 最后我没办法 到目的地了 我就呱唧一下 跳下来 哎呦 大摔得很重啊 反正我也得照那个照片 我也得参加高考 你没了照片 你贴不了上去 你参加不了高考 所以说他还有点故事 就把它留着了 当年那个拖拉机的师傅 要是知道 他当年拉着的是 中国的航母的副总设计师 他还在乎拖拉机 下车的时候您告诉他 今天我搭您的拖拉机 改天我让您坐航母 四十年前 这张照片 贴在您的准考证上 把您带进了高考的考场 四十年后 这张照片当中的少年 已经满头花白 但是伴随着您的这些岁月 流逝过去的这些岁月 却凝结成了一个 让中国人今天骄傲无比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国产航母 是我们整个设计师团队 整个航母设计师团队 成千上万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 这艘航母被许多的网友 誉为是颜值极高 所以今天航母的副总设计师在这 我们让航家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这个颜值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好吧 您个人觉得 它颜值最高的部分在哪 我觉得它颜值都好 哪都好 因为这是我们设计师团队的作品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但是感觉好像 它前面这个弯曲的部分 这都是有讲究的 是吧 这都是有讲究的 对 颜值是一个主观的东西 但是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 它不是颜值是一个方面 它不仅仅是讲究颜值 它更多的是要从技术的层面 来去安排它 来去布置它 来使它的性能更好 更优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讲究 那天航母下水的时候 4月26号您在现场吗 我在场 非常激动 我觉得肯定很多人都是 很多人就是热烈盈矿 不管是总设计师 设计师团队 还是领导同志 因为刚才你介绍了 它这是我们首受 完全自主研制设计的 这个国产行 当时周围的人热烈盈矿的时候 您流泪了吗 我也非常之激动 眼睛里寒着吧 没流出来的 那一刻作为中国人的 这种自豪感 我觉得都会在心里 掀起巨大的波了 是的 确实是 所以今天请您到这来 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分享一下 您和您的团队 与这艘航母之间的故事 我们请您开讲 刚才的话 大家这个主持人 把我那张 四十年前 这个高考的准考证上的 一个照片 给大家看了一下 四十年前 我参加高考 有了这个高考 才有了我今天来做 航空母舰的 设计师团队中的一员 我在 从事这项工作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会做航空母舰的研制 就是因为 考了学 现在叫哈宾工程大学 哈宾传播工程学院 是要做了这个 分到这个所里来了 做了这样 军船的研制工作 我做了大概十几年 后来我的领导 当时我们的这个所长 党委书记就找我 说给你换一个部门去工作吧 我也很愉快地 服从了这样一个分配 没过多久 过了半年大概 又说你再换一个部门去工作 我又得拉闷了 领导说来 来我给你这个谈话 谈话的这个时间 应该还比较长 但是有一句话 我是记得非常之清楚 他最后说来 你自己想想吧 人生能有几回博 我们这一辈子 我们这一代人 可能要 从事我们国家 航空母舰的研制 大概也就是 不到一年的时间 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国家的航空母舰 得研制决策 国家就决策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整个所 那确实是沸腾了 我们那里面 有很多留书的 像还有留学西方的 他们的话 因为年龄的原因 不能亲自参与 航空母舰的研制 他们也很高兴 他说我们能看到 航空母舰的研制 看到在你们这一代人手上 能研制出 我们国家的航空母舰 我们这辈子也无憾了 从那时候开始 这十多年来 我就与我们的设计师团队一起 与航空母舰截园了 就一直在干 这样一项工作 关于航空母舰 一谈的航空母舰 大 就像我们平常要到商场里 或者那种大的摩尔店里 超级航母舰 大家都有这样 那就说明它大 这是一个感受 可能 另外一个 一讲航空母舰 一讲航空母舰 肯定就要跟战争 跟打仗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 它是一手战力 非常强大的军事装备 军舰 我们可以追溯一下 二战史 或者是太平洋的大海战 另外的话 我也觉得它是 我们的海洋利益的一个维护者 我们国家的海岸线 大家知道有很长 我们还有广阔的海洋国头 我们还有海上的交通人区线 我们今天能做航空母舰 就是因为我们的国立强大到 可以做这样一手 执行的这种国之重器 航空母舰 那我们有了这些国之重器 我们有了航空母舰 我们的海洋利益的维护 我们海洋国头的维护 应该是更好 更强 谢谢 还有一个跟大家分享的 你要研制一艘航空母舰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非常大的 大到什么程度啊 它这一定是一个国家的 综合国立 工业制造水平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以及这个大系统的集成能力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一个体现和一个产物 坦克车 战车 它的零部件就是几千 导弹 飞机 战斗机 它的零部件 十万的量级 几万的量级 再到了这个战略核潜艇 我们的驱舟舰 护卫舰 它的这些设备 部件套数 也达到了几百万的量级 那作为一艘航空母舰来讲的话 那就达到了千万 甚至更多的 这个部件的量级 那设备的台套数 就非常非常之多了 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 所有这些信息 所有这些设备的信息 所有这些系统的信息 都要汇总到 我们这个设计师 谈得一种来 干什么 系统与系统之间 设备与系统之间 小系统与小系统之间 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不是说把这个 成千上万台的设备 就摆在这上面 有这么大就完了 它是要有它的很多指标的 关于航性性能 关于作战性能 关于飞机怎么起飞 怎么回来 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一个巨大系统 4月26号 应该也是载于 死车日子的 这一艘航空猛舰 在下雪之前 我们设计师团队 还有我们的总指挥 我们的总设计师 在那有很多很多准备 包括我们的一些计算 他的这种姿态 服态 他的吃水的深度等等 这些都有很多 技术工作要做 这是我们设计师团队要做的 当然还有建造师团队的 你想他怎么来 把屋门打开 最后怎么来 徐徐地把它拖去 安全地靠岸 我们的所长 到现场就说 这是你们的作品 我说应该是一个 伟大的作品 我这里也不谦虚了 这跟我们的辽宁舰的原则 给我们打下的基础 也是有很好的关系 很大的关系的 辽宁舰 大家知道 当时回来的时候 我们设计师团队 是进去了的 我进去的时候 那是里面是 烂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来有 啤酒瓶 罐头瓶 里面全部全部破坏掉了 看着的话就是一个 飞上飞上 或者一个船壳子 那我们设计师团队 要把它设计成一艘航空母舰 要让它凤凰捏盘 确确实实 困难 非常非常之大 刚开始说 航空母舰批导的时候 我们欢呼 我们高兴 我们可以做航母的设计了 我们可以圆中国人的航母木了 但是真正的开始做的时候 就不知道它也多难 因为我们没有做过 我们也没有资料 没有标准 没有规范 没有设计师团队 所以说的非常非常之难 还有我们一位副总设计师 可以说他一辈子 都在做航空母舰的研制 当时这个刚刚启动以后 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 我跟他在一起谈工作的时候 他二人还探头进来 你们还在聊 还不去吃饭呢 因为那时已经很晚了 但没过两天 说他二人 插去非常非常严重的癌症来了 但是他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陪同他的夫人 在不久 他一次常出差的远 准备的出差的过程中 没能跟他爱人见上 最后一面 确确实实 他把他的整个心血 整个智慧 整个精力 全部投入到了 我们航空母舰的研制中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感召 有他们的表率 在我们整个设计师团队的 这个努力下 我们如期的 保值保量的 完成了 就是我们辽宁舰的 这样一手航空母舰的 设计研制工作 使得我们 首艘国厂航母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无论从设计的质量 建造的这个速度 应该说 这个是速度快的 质量好的 成本控制也很好的 这一手航空母舰 既有外在的颜值 又有内在的气质 你说它好 它好在哪里 刚才这个颜值 大家看了 我说我说好不善 要大家说好善 那气质要有能力来体现 有气质 你一定要有能力 所以我想它内在的气质 第一个就是说 从设计思想 设计理念 包括计算 包括试验 包括系统的构成 包括整个图子的社会 包括一些文件资料 这里面如果要把 中间资料散上来 应该是几十万 应该是不及其数 所有这些东西 全是我们设计师团队 大家一起奋战 一起拼搏 一起攻克一些技术难关 所形成的 16舰的研制 和这一手航空母舰 到下水的这个里程碑的日子 通过这样的研制 我可以很自豪地 跟大家分享 我们设计研究中心 完全具备了自主设计研发 航空母舰的能力 这一个我们非常自信 另外一个就是 是我们完全自主的建造能力 你想那么一时间 它是总弹建造的 模块化建造的 我们说通俗一点 它就是像八级梦一样 一块一块的话 搭起来的 搭起来这一块 我分成 首先分成几千块 然后像大级梦 要把它搭成几百块 再把它搭成几十块 再把它搭成更大的块 这一块要把它给吊装 这个能力也是要非常强大的 还有一个 体现在气势的方面 还有一个能力 就是我们有完全自主的 配套能力 配套能力就我刚才说的 涉及到航空航天兵器电子等等 你看通信导航 雷达 包括机械设备等等的话 这是不及其受的这些设备 我们国家这几十年的发展 从建国以后 我们整个工业体系的配备 以及我们军工体系的配备 我们是非常完备的 还要我跟大家分享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通过这样一手航空文件的研制 我们培养了一大批 年轻的设计师团队 有一个系统 从策划 从这个设计 从安装 从设备生产 到事业 前前后花了五年时间 没有节假 五一十一群节 全在现场 我们这帮年轻的设计师团队 非常非常年轻的 就硬是把我们这样一个 关键的系统 从设计 到试验 到这个科学规律的团形 到边界条件的获取 等等 成功了 这一个系统 可以说决定了我们这个 既有外在的颜值 又有内在气质的 非常非常关键的系统 我们没有耽误我们这一艘航空母舰 整个工程进等 确确实实 我们围绕不负国人的期望 不负大家的期望 我们可能跟家人谈聚的很少 但是我们确确实实 围绕这样 我们国家的良舟航空母舰的颜值 我们觉得值了 我们觉得无恙无悔 虽然我们很累 说实话 我们有成就感 我们有快乐感 我们一起努力 为我们的强国母 强尊母 做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